要说呀 这程大哥可真是一个懂得反思的人 就比如说离婚这事吧 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 可是他呢 却把错误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再比如说 这相亲没成 其实啊 这也是缘分的事 但是大哥又觉得 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要说呀 这么愿意反省的人 对未来的老伴应该也是错不了 于是呢 红娘想到了 之前上过咱们节目的李云芬 李大姐 她和程大哥呢 都住在吉林市 那性格朴实的大姐 会不会成为陪伴程大哥 走完后半生的那个人呢 李云芬李大姐又见面了 你的笑声一点都没变呢 李云芬63岁 丧偶 居住地吉林市 退休金1100元 平房三间 算起来 距离李大姐上次相亲 已经过去快一年的时间了 可是红娘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 她心知口快的性格 对于上次的相亲没成功 李大姐也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别说老太太 就大姑娘她不一定成名 是不是 那没啥了不起的 那说说吧 现在 知道我标准有没有啥变化 独步良嗜好 完了你得 一心一意地过二人世界 别今天看孙子了 明天看儿子了 看这孩那孩 那我不找那样事了 性格直爽 心知口快的李大姐 遇上老实诚恳 愿意为对方全心付出的 程大哥 来了 听我 这乌不错 我正确介绍一下的 这是程果福 程大哥 然后是李云芬 李大姐 行 谢谢 不行 老 老 你一会儿 宅家帽子 这个大哥耐丑 我刚一见面也觉得他老 但是宅家帽子聊了一会儿 他很耐丑的 除了这些呢 除了长大老之外 这个演员觉得 就这个类型 这个身材啊 胖壮 一会儿聊了再说 想都问什么 我想问什么 我想第一点问你 早伴有什么标准 现在我那人生的路 已经走了一大截了 一大半了 我还有什么要求 没什么要求 就能能普普实实的过日子 实心实意的过日子 是不是啊 能拿份收集的过日子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 回答的吧 90分 100分给大家90分 对 第一个问题 第一点 第一关过了 第一关过了 对 第二关 第二关 行 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 来 大姐 第二关 第二关 第二关就是生活的那个 业余爱好 唱歌 我跟你说 我的业余爱好 我爱听歌 爱唱歌 但是不会多少 你愿听啊 你能唱啥 你一把哪首歌 唱出笑过来 我就愿意听那首 哎呀 这你看 怎么样 他这个意思你懂不懂 那个红娘 他非常随眼的人 那我今天问一个和声 那和声啥又啥呢 唱呗 那个唱那个灰杯祭吧 啥都行 我都说了 啥都行 曾听秀 为从说话 先打一共啊 口尊声王福小姐 你要喜听啊 二哥本是加入主族的 这个了 是 就是咸 咸 这个味还是味 味还是不错 这个年龄了 以前都不错了 因为唱歌得常练 嗯 那这第二关 爱好这关 打多少分 八十 哦 会做饭 会炒菜不 这个 这个 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 不是诚实地告诉你 那我真不 那咱俩一样 都不会 我也是 所以啊 我俩都五十分 都一样 这俩人刚见面 不知道从哪句话开始 竟然把好好的相亲气氛 变成了程大哥的闯关现场 好在程大哥连闯了三关之后 成绩还是很喜人的 可是接下来的第四关 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继续房 第四关 你那个房子 多大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现在可是有点数 早点没有房子 没房子 我现住这个是 我跟我媳妇 这是我媳妇搁自己的 所以这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咱们实话实说 我也不长不业 咱们不闯关了 所以你在这房子上问题挺个哈 我这个必须得你把它解决了 这个我得去找他 找出家的女人 把它解决了 整房子啥样的 突突辣辣的 他就处理呗 处理完再处理呗 他就含着骨头搂着肉 那种处理事 知道不 留一手那就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年龄过来的的经验 一开始我不能跟你说吗 我有啥他有啥 他有儿女 我也有儿女 我也有儿女 我有房子他有房子 他的房子现在没落水 拖泥带水 所以说差点块就算了 好 那就拿走 你拿走 那他这么高兴大姐说都不曾经在这么高兴呢 那是啊 那就是从十个房子 他没那个好 这真 这是真 这是心理好 就从那个语言 和尊的形态 和尊 这动作都我都我说 你说话多直啊 六十个叔平时 他说话 都能 他就像这种人 都能 枪水 他就像这种人 从那种人 他就像这种人 他就像这种人 就像这种人 这是心理好 本来就对程大哥没有演员的李大姐 在得知程大哥没有房子的现状后 果断的选择了结束今天的相亲 而程大哥在整个跟李大姐的相亲过程中 心理却始终在想着怎么去挽回和上一个相亲对象 余大姐的事情 各怀心思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会走下去呢 程大哥的第二次相亲毫无悬念的 还是以失败结束了 那我就是三千块钱退休金 我这房子现在目前来讲还解决不了 那个我就是这种条件 谁能接受呢 我让我上榻来住 不论是年龄大年龄小 我都能去拿 对了 对了